记者500宣台北报道,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指出,今年温度屡创新高,但中小学生却闷在高温30多度的教室内,影响学习成效,认为冷气是教学现场的基本需求,呼吁中央及地方政府应提出政策全面加装,并提年底选举时机,高喊,大人快装冷气,别装算。 全教总理事长张旭正表示,美国一份针对纽约市立高中毕业考试的研究指出,学生在气温设施32度下考试,其成绩必在22度中还跌12%,而台湾孩子在5、6月孔都处在32度高温环境下,非常不利学习,闷热而无心上课,改善课不容缓。 张旭正说,目前仅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张化县等喊出全面装设冷气,新北市则优先装设国三班级,但南投县政府明确表示没钱无法装,将持续监督,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等,全面替中小学教室装冷气。 今年夏天虽来不及,但应立即启动相关规划,否则现在不做,明年还是一场空,全交总经验在下午2点多连线台中、台南、屏东等地区学校,如台中文山国小教室达33度,台南市昆山国小教室达32度, 屏东县四围国小教室也是32度,现场学童也纷纷喊热,以汗流加倍,上课会分心,希望教室能装冷气。